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英雄日常 說到過年你會想要什麼顏色呢? 紅色! 說到紅色你會想要什麼東西呢? 法拉利! 好了各位已經很久沒有開箱了 自從當兵之後呢就沒什麼在開箱 過年呢全部的錢都拿去買呱呱樂樂或大樂透呢 今天應景紅的喜氣好不好 過年就是要買紅色的東西 所以呢我簽了一台法拉利回來了 Ferrari Collection LaFerrari 2013 那還記得我之前有買一台SUBARU的 那這一次呢 改買法拉利的模型 來看一下是不是一樣的那麼精緻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很多車種 所以呢每一期都要購買呢才能湊齊這個夢幻車隊 那等一下呢開箱 再來決定以後是不是要繼續購買 畢竟這東西有點小貴 800出頭 那它這個模型呢是1.24 也就是把它的實體大小呢 縮小成1.24 這鐵骨手也會鬆耶 我擔不擔 好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裡面到底是葫蘆賣什麼樣好不好 先來開第一頁 那一樣呢裡面有一本雜誌喔 畢竟嘛它這個東西叫做法拉利經典收藏字 所以一定會有一本雜誌 雖然大家都知道這不是重點 那我先來幫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畢竟呢我不能每一頁都把它錄起來嘛 是不是 等下我就被告死了 大概了解喔 先透露一頁給你們看 基本上就是很多很大張的圖片 好的法拉利要現身喔 還蠻帥的耶 我記得這種高仿真的模型呢 還不便宜喔 在外面看到16001700耶 所以這個還算沒有誠意的吧 光澤看起來的話 似乎有那麼一點樣子阿 馬上來取出這台法拉利 喔喔喔喔喔喔喔 齁齁齁齁齁齁 很帥真的是很帥 那我現在呢切換成開箱模式齁 讓你們仔細的看一下它的細節 各位放在展示盒呢就是這種感覺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側邊喔 車頭 另外一個側邊 車尾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打開這個展示盒呢 近距離的觀賞這台法拉利的細節 翻到背面呢 才發現原來這個製造廠商是Berago啊 相信如果有在碰模型車的 應該不會很陌生 那我記得他們家的都還蠻貴的 所以這個品質呢 應該不會差到哪裡去 這邊是法拉利的雷射防尾標籤 好 去掉展示盒的外殼之後呢 這一台車 金光閃閃啊 有沒有看到這個烤漆的感覺齁 好 接下來呢 因為它下面底板還要鎖兩個螺絲 我們現在把它拿掉 好的 我們連底板都拿掉之後呢 如山真面目 終於就出現了齁 是 這一種感覺 好 那我們把上面固定的膠帶拿掉之後呢 就會發現 它的引擎呢 是可以打開的齁 引擎蓋 Open 各位看到了嗎 超精緻的 這個可以打開讓我有點蠻訝異的 好我們關起來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輪胎的細節自動的部分 卡鉗啊碟煞 那很遺憾的是呢 它的車門好像是沒辦法打開的 整台車呢 唯一可以打開的就是剛剛引擎蓋的部分 總結來說呢 我覺得八百多塊呢 可以買到這種品質的模型呢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畢竟之前某個超商出一些藍寶堅尼啊 就要一百多塊那家點書 好的各位 那今天呢 就是我們的法拉利經典收藏制的一個 介紹開箱 那如果你們還有什麼想看的車種呢 他們也有出類似的收藏制的話呢 歡迎留言在下方讓我知道 好的各位 今天就是這樣子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喜歡 如果想要看更多這種東西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訂閱 那我們就下回合 大家see you